现在有一个System of Inequality 出现了 D就是System of Inequality 的解析 是一个region 有一点在D,然后找回2x加3y的最小是多少 如Mc 来说,你马上拿一张graph paper 把这些线很快地画出来 看看region 在哪里 然后再大约猜一下 2x加3y的线是平衡2x加3y等于0 就是找回2x加3y,然后做推线的动作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不需要找到这么多线的双交点 而且如果你直接用这些图案去做 你不去用grap paper 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找哪几条线的双交点 因为你不能估计到线的高低位置 除非你很熟悉的那些数字 也要找到比较高的数字 否则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想 什么快的方法 我建议你立刻举手拿一张线 如何练习比较快的方法 如何练习更快的方法 做法就是这样 你画完这些线之后 你会看到 region D 就是这个深色的地方 你画这条线 就是2x加3y等于15 其实不一定是15 你会有任何 constant 方便你推线 然后推到两端 这两点 应该这两点 j和k 这两点 就会令到2x加3y 最大或者最小 所以你只计算这两点 可以了 如果你随便抽两条 如果随便去计算的话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不如说 如果你抽错了 x加y等于6 和y等于3 你无故计算3 3出来 那是中的 不如说 我现在不是 我拿第二条线 我拿这个 以x加7 y等于42 和y等于3 你计算到这个方法 又没有用 所以你不能随意自己 隨便拿2点去计算 你一定要大约画头 知道线有多斜 知道它的高低 然后才能找到 那个 region 在哪里 才再决定 找哪些 甚至有银行说 我不理这个2x加3y 我画完这个 region 之后 一次个找到这四点 可以吗 我用计算机 都没问题 那是会省少时间的 但最理想的 都是用2x加3y 因为 你只要知道 条线有多斜 你应该知道 推到哪两点 所以 遇到这条题目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快方法 你没有什么特别 如果这些数字 能够提示 我建议你立刻 拿一张Graph Paper 快快去画它 就算了